一文放輕鬆 大家好 我是代班主持人陳映淳 那我的出現呢 就代表我又要帶來 就是音樂的饗宴給大家了 就是要帶來音樂的好朋友們 介紹給大家 那今天呢 就是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就是情人樂訪 是我們的團長邱旭 好好好 而且拍手 拍手是不是 自己拍手 然後第一支手是 孟谷 嗨大家好 我是孟谷 嘿 你們好 情人樂訪 那你們到底是得了什麼獎呢 有自信的獎出來快點 全球音樂獎的 贏獎的全球音樂獎的 最佳樂團 跟最佳製作人獎 哇 全球音樂獎 那這個獎呢 是就是比 就是葛萊梅獎 還低一點點而已 但其實也是廣泛為 就是國外大家都知道的一個獎項 那 跟大家講了這麼多 那你們的特點是什麼呢 就是你們的就是專長啊 還有你們就是這個樂曲 就是拿到這個獎的這張專輯叫什麼 我們是以中西合併 中國 中 東 東西合併 東西合併 不是中西合併 OK OK 時空背景帶來的故事跟內涵 我們都覺得是可以做任何的融合方式 對 這是我們在 呃 情人樂坊裡面的一個初衷 初衷 就有點像是 呃 羅密歐與朱立葉跟就是 我們的梁山伯與助英台撞在一起的 這種感覺 是嗎 對 就是東西融合 然後就變成新的東西 對 哈哈哈 我們就一直在做這些事情的碰撞啊 哦 所以你們這次拿到的獎項是 就是 什麼獎 呃 最 最佳樂團獎 樂團 最佳製作人獎 哦 樂團獎的話 那他這個話就代表說你們是一個團體 對 所以那你們這個 拿這張專輯這個團體呢 有幾個人啊 啊 三個人 三個人 所以就是我們的團長 邱旭 吉他手 吉他手嗎 對 OK 吉他手 然後再來我是第一次手 第一次手 那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位是 Rabbit Book Rabbit Book 對 那是什麼東西 他是負責電子音樂的 哦 負責電子音樂的 然後他們兩個是負責編曲 哦 然後我是 把我戲曲的專業拿出來的那一個 哦 所以非常有趣 他們這個團體就是把一些 東方的音樂啊 然後西方的一些元素組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新的東西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們 我很建議就是你們趕快去搜尋一下他們 然後聽一下他們的專輯 也聽一下他們的音樂 到底是就是東西文化撞擊出來的聲音到底是什麼 因為在這個就是音樂大爆炸的時代 對我來講啊 就是最近這幾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也音樂 因為那個資訊發達啊 然後做一些音樂都非常的簡便 而且就是越來越就是普及化 大家都可以寫自己的歌 大家都可以做音樂的時候 就是一個大爆炸的時代的時候 要拿到這個獎項其實就是非常不容易 然後也有他們有一些想法一些概念 等一下呢 我們會一一的來就是 詢問他們到底是為什麼 那剛剛介紹到就是秋緒對不對 他是吉他手 那你的專長吉他是電吉他還是傳統的木吉他呢 現在彈電吉他吉多啦 但是不是代表說木吉他不會彈 所以就代表其實就是我都會好不好 我都會 只是看要用在哪裡這樣子 那情人樂訪這個樂訪大概幾年了 今年2023年的話 20221 204年多了 天啊團長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團的那個來歷是嗎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因為你說幾年的話我要數 但是我可以說是2019年開始 2019年開始 對不對 那最主要一開始的時候 是因為你們對於這個音樂有一些嚮往 所以才就是碰在一起嗎 還是你們是什麼音樂人忌諱巧合下 把這團員聚在一起 然後才去做音樂的呢 我相信啊 那時候大家就是因為喜歡音樂 才進入了一個公司 肯定的 對對對 那時候大家都可能在做詞曲創作者 或是編曲啊 因為我們都算是創作者 然後在這過程中 就是製作人就有一個想法說 你們好像本身啊 像他就會中國的傳統樂器 很多很多很多 然後我就是搖滾的電吉他這樣子 然後還說好像可以湊個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提出這個想法 想法 然後大家開始在及時廣喻 再丟各自的想法出來 好像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欸對喔 然後就結合在2021年吧 不只傳統的鋼琴跟他的笛子 然後跟電吉他還加入了那個 Rabbitput的電子音樂 電子音樂 對所以就比較像現在聽到情人樂坊的樣子 其實蠻有趣的 因為從最一開始的時候 都等於說是每一個音樂家 或每個人學習的歷程不同的時候 每個人就只會在 focus在自己的專業上面 然後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 那剛好有一個就是他們公司的製作人 把他們湊在一起 然後說要丟出了一個想法 讓這個種子發芽 所以才會就是跑出 就是2023年的這個 就是這張專輯這樣 經過 你們這一個裡面 這張專輯裡面 我先直接這樣問好了 你們最喜歡的曲子是什麼 一人講一首 只能一首是不是 沒有啦兩首一人一首 哈哈 想要講一首是不是 不行 被撞到爆 嘿 但我覺得我們先提一下 我們專輯的核心的第一首 好 核心的第一首是什麼 對它就是叫做花樣巾國 花樣巾國是哪個花 花是花樣年華的花樣 花樣年華的花樣 那巾國呢 巾國女英雄的巾國 哦 所以是一個女性的代表 對 所以這張專輯的概念是 女性為代表主體嗎 和愛這件事情 和愛這件事情 哇很有趣耶 就是要從音樂裡面去想到這些事情 其實是我覺得是不大容易的 因為就很多音樂來講的話 他們就是因為會有歌詞 所以就是會表達愛啊 表達思念啊 表達什麼東西都會非常的清楚 但是假如是一個音樂專輯的話 要表達出這些東西 其實是不大容易的 對啊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做歌的時候 像我們就會讓大家去想出一個 例如說為這首歌的一個slogan 一首歌就會有一個想法 那假如說我是一個編曲 我就要從這一句話裡面 我要鋪陳整首歌 哦 所以我們的我們就是因為 你看剛才你說到說我們沒有歌詞 對啊 所以我們只能用旋律跟旋律之間的情緒去表達 我們可以先講 我們經國裡面有四個女主角 哦 哪四個呢 一個是梵梨花 哦梵梨花 木桂英 啊木桂英 然後花木蘭跟護三娘 花木蘭跟護三娘 都是歷史的那種女英雄 歷史中的一些女英雄 女戰士 對 然後我們這四個女英雄 她有那種外在的那種 鋼硬的感覺 然後有幫她去設計一個 可能她內心的一種獨白 或者是她內心的想法 所以一個人物都會有兩面 一塊一蔓的那種 一個人物裡面都會有兩首曲子在裡面 對沒錯沒錯 然後她選的是梵梨花的心靈的那個 對叫做無悔莫然 無悔莫然 那她的無悔在哪裡 嗯其實她的故事 我們那時候看一下文案 就是翻一下歷史資料 然後到現在給她一個 就是那我到底為什麼我會喜歡這首歌 這樣子 是因為她 她們都不是過得很好 他們都不是過得很好 對 就是很 呃 就也就是那種很多失去親人 然後又是為愛付出 像那個花木蘭就是為父親去打仗 為父從軍這樣子 就覺得 現在可能不一定每個人都會這樣選擇 有可能就會放生家人就let it go 對 但他們那時候就可能有 那個家庭背景的壓力 然後或者是本身 本身就很奇怪的 那我們可能不知道 我們沒辦法體會 那梵梨花她那時候就是 就是也是失去了 也是不少的家人 然後就覺得哇 好可憐 然後那時候 我就在編這首歌 然後 我也有跟那個 我家人說 我最近編了一首歌 然後那個故事啊 就是可能從小就是 欸什麼父親離去了啊 然後都一直後來就死掉啊 這樣子 然後 然後後來我媽也突然也跟我說 呃 我 就是我爺爺 也是小時候就她就走了 就是在我媽媽小時候她就走了那種 然後我突然想到 以前因為像我媽媽那個年紀的話 就是好像台灣那時候傳統家庭 就是還是一樣是 傳統觀念比較重 對 就是那個重男輕女很嚴重 哦 就是那雞腿都是舅舅那種在吃的那種 給男生吃的這樣 對對對 然後那個一盤菜 媽媽如果在練習就是煮菜 然後一盤菜沒有煮好 都要被 就是直接那一盤就倒掉了 沒有說什麼 你就回去再幹嘛幹嘛 就是沒有 我真的想說 哦 你也是蠻堅強的那樣 知道自己的媽媽這麼堅強 對 而且是最近才知道 哇 沒有做曲子 然後沒有去深入研究 然後回去跟家人講的時候 都不知道其實媽媽這麼辛苦 是嗎 OK 好 沒關係 就發現以前很調皮這樣 OK 原來發現自己以前很調皮 對 然後再加上 我會又聯想到 然後有一個國外的樂團 他好像七級煉獄 他是一個搖滾的 metal的一個樂團 那大家聽到 metal就是 就是好吵 很吵好吵 DON STUTS 對好吵好吵 可是他們就是因為 那個也是從小組團到大的一個鼓手 然後就走了 那那走的原因我也不太去 然後我也覺得還好 不重要 但是重點是因為他們樂團為了他 然後出了真的就是民謠漫版的歌 那當然是他們樂團從來沒有出現的歌 但是我覺得這些事情 終究就是因為團圓之間有愛 會做這件事情 那我剛才前面提到的 不管是母親 不管是梵花什麼 他們之間都是因為有愛 所以才做這件事情 然後有更前面我們講到花樣經果 大家都是因為愛 哇 欸這個其實一環扣一環 就是沒有去深度的挖掘 其實都不會發現到 喔原來我的家人這麼愛我 喔原來就是 哇他們之間其實也是有愛的 那所以就是這首曲子對你來講 其實是觸動非常大的 就是因為你回家還去特別問了媽媽 這件事情 所以你要特別介紹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就是這首曲子 對啊 還是無意間知道的 喔 這種最珍貴了 要好好就是感謝媽媽 好不好 好 那問完我們團長 那現在就是要直接問我們的 來 好 孟古小姐第一支手 來你最喜歡的曲子是什麼呢 我最喜歡曲子叫做木蘭征戰 木蘭征戰 聽他名字就知道是花木蘭的歌了 沒錯 而且要去打仗 對 他呢 因為他主要大家應該都知道 他就是衛富從軍 沒錯 對 代附從軍 因為他爸爸就是他就是代附 年脈 然後呢 因為他呢 怎麼樣 不知道是不是長得比較man 所以他就會 這個不好說 這個我們那時候的年代的審美觀 是跟現在不同的 對沒關係 然後呢 他就代附從軍 然後而且還打仗成功了 啊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 他的兩首歌我都很喜歡 木蘭征戰 是他外在的形象 然後一首叫做藍而淚 就是花木蘭的藍 然後他哭的那個藍而淚 對這首歌反而還有觀眾 然後跟我們說他聽到這首歌哭了 喔真的假的 因為他真的覺得那個情境是他 因為我們把他做的設定的那個環節 很像他打贏仗了之後 就你們可以聽到木蘭征戰 然後摩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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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騎著馬 打勝仗之後 第三首是藍而淚 他其實就是那個皇帝吧 還是什麼 就是要給他一個頭鞋 就是喔你是我們的女將 因為最後不是北康嗎 沒錯 對你是我們女將要搬給他那個罐 後來他就覺得我不要 我要回去照顧我爸 那種感覺 對我們把他設定是那個狀況 設定那樣 然後又去揣摩他 然後才做出這個音樂 然後你也非常喜歡 就是這個轉變跟這個過程 對對對 所以我就覺得 這兩首就是一定要連在一起聽 連在一起聽 所以其實他們想講的就是你整首整張專輯都要聽 沒錯從第一首聽到第十首不可以亂跳 沒有啦 就其實就像剛剛團長邱旭講的 喔就是整張專輯其實是非常有愛的這件事情 那可能每個人對於愛的定義都不同 就像我今天心情好跟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聽到同樣的音樂 感受程度一定是完全不同的 對 那建議大家可以就是聽音樂的時候 就是常常可以就是先不要看他的曲藝也好 或怎麼樣 你先去感受他音樂裡面的一些聲音 帶給你什麼感受 然後再來第二次再聽一次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先把 就是再把他的曲藝再看一次 喔原來是講什麼 你就會發現到非常多的彩蛋 因為裡面可能會出現一些聲音 或一些他的情感流動也好啦 或是一些旋律 會可能跟他的一些文案 或他們講到的一些東西 是會有搭配的喔 那所以就是很建議大家 就是聽個兩三次都OK 有沒有 排行榜開始刷下去開始聽 嘿 因為你一定不會知道說 就是你聽到音樂後 你自己的感覺是什麼樣 而且我每次就是帶給 就是英文放心鬆的朋友們 就是我的音樂好朋友的時候 每次帶來的都完全不同性質 像這一次他們就是有電吉他 然後有DJ 然後也有整個東西方的組合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真的非常建議大家 就是多聽聽 然後也拓展自己耳朵的視野這樣子 OK 非常好 很感謝他們兩個 就是特別又講了 就是自己喜歡的曲子 那再重新重複一次 來團長喜歡的是什麼曲子 哪一首 無悔莫然 無悔莫然 那孟谷呢 我是木蘭爭戰跟蘭兒淚 你們這個概念呢 既然都是就是東西融合對不對 那你最一開始啊 就是一定會有一個想法吧 就是說你們是先把 就是像剛剛你們說的 把這四個人物找出來呢 還是是怎麼樣子去把曲子 給做出來的呢 因為你要做曲子 一定會有一個投射 或一定有一個 就是等會有一個定錨點 對不對 就是會知道說我要怎麼樣去塑造 或是怎麼樣去把這個東西寫出來 那一定會有一個題目啊 大綱啊 你們是怎麼樣子去把它設出來的 OK 我覺得這專輯這個事情就是 就是他一定先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沒有設定 那種故事的一個中心思想 然後他那時候 就是製作人那時候有想出一個 就是像我們剛才前面講到說 愛這件事情 好那愛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他們就有發現說 愛不是說我們現在男 就是大家現在才看到什麼 女生化比較 女性化的那種愛 他說發現以前的這種愛 好像也不太一樣 對我們說古代那些愛好像不太一樣 女生為父 我們剛才說代父同學那種 為了家人這種事情很多 所以他們就開始從 讓我們去研究一下說 等於是考古啦 那些歷史 喔你們最一開始其實是先讀書 不是先學的曲子 喔對那讀了不少 真的假的 所以就是你們是從很多的就是古籍啊 或者是一些故事裡面 去挑到人物以後才開始做曲子啊 就是等於是讓中心思想去分支 然後讓這個就很像那個樹 一個樹然後讓它那個長得更精彩一點 喔 對希望它更精彩 然後中心思想不變的從好下 讓它更精彩 那我真的覺得最難的也是 挖故事也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因為有太多版本了 喔 有些說他老公死掉 有些說他老公沒死 還有怎樣怎樣 各種 對對對 所以那個考究就是 還是蠻重要的 就是說能不能就是 第一個是我們可以 我們也可以很 不要在意他到底真的 最後ending到底是什麼 可是我一定要知道他的 那時候的精神是什麼就好 喔 所以他們只是去骨存精 找出他的精神這樣子 OK 那你就是你們兩個啊 一個是東方的樂器 笛子嘛 然後還有可能其他索納 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是吉他 然後另外一位的話是DJ 那你們是怎麼樣子 去把曲子逗在一起的 因為就我知道的 就是我也 就是跟很多不同的樂團合作 然後也就是也有做一些 跨界演出也好 那就是會遇到的很多問題 都是語言上溝通有問題 就等於說 就是說我這個曲子 這整首曲子去拍 然後丟到另外一個樂器 去演奏的時候 他出來呈現出來的風格 是會完全不一樣 因為語法不同 講話的方式不同 就跟我的語速 我的語調 會有異陽頓挫 這是完全不一樣 那每個人 就是同樣一個稿給他的時候 是完全發出來的聲音 是完全不同 然後那個呼吸點 也是會不同 那你們在這中間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子的困難呢 就是我覺得有一個事情是說 我們一開始也有犯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是我們忘記了 調性的事情 第一次的調性 很麻煩 傳統樂器可能有它顧連的調性 就沒辦法像 我們現在樂器可能那麼好 亂亂亂彈這樣 沒錯 所以一開始我們有碰到這個 後來 後來就 想到了 想這件事情 先想調性再說 對 先想調性 因為調性有時候聽覺上 也是有一點顏色 沒錯 這個就是要跟 就是可能觀眾朋友們稍微 就是講一下 普及一下小知識 好不好 就是調性 這個東西非常有趣 因為就是有一些音 它等於說是會有一點偏高或偏低的時候 我們聽起來的感受度會完全不同 就等於說水晶音樂 大家聽到的時候 可能就會放鬆 覺得比較舒服 而且你可以聽比較久 對不對 那 假如是比較像 爵士樂好了 或者是一些 Metal 剛剛講到的 就是比較重金屬的音樂的時候 就是你會 耳朵受到的刺激是不同的 所以那個頻率 就是他們剛剛所說的調性 而且他們就是遇到的問題 就有就是像 笛子 或者是一些唢納 他們會遇到的 就是他們的調性 還有一些裡面微分音 它那個就是442 或441 這個就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差一點點 對於耳朵聽覺敏銳的人來講 是非常不舒服的 OK 所以你們一開始 其實有遇到這個問題 是不是 對啊 所以後來就整個編曲 就大翻身了 哇 調調調調 調完都變骷顱頭了 調完都變骷顱頭了 對啊 OK 那除了這個問題以外呢 就是 欸 那蒙古這邊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一開始 我覺得其實大問題都還好 嗯 怎麼樣叫大問題都還好 最 微妙的那種問題 就是笛子啊 它其實是有一個笛模 沒錯 對 笛模它是會隨著 天氣溫度變化而改變 啊 然後呢 他們就幫我錄音的時候 吹吹吹吹 然後休息一下嘛 結果在吹的時候 他們就說聲音不一樣 哦 然後想說聲音又不一樣 然後在那邊調那個低音 我到底要調到什麼時候 然後調一調 他們又說聲音又變了 呵呵呵 然後所以其實最大問題 我覺得 我覺得出在那個低字 哇 其實應該是說錄音的問題 對 OK 因為就是傳統樂器啊 或者是一些傳統的 嗯 應該就直接是樂器啦 對 它這個其實比較飄忽不定 真的很常會跟著天氣 今天比較天氣比較濕度比較高的時候 對 它可能就聽起來悶悶的 就不一樣了 對 而且他們在錄音室裡面 就是休息一下 然後在吹的時候 那個聲音又完全不同 對 所以他們都會走過來 我這一間說 不好意思我調一下 你們調那個溫度 很難養 超麻煩 很難養 就是對於 就是你們這些 就是耳朵比較銳利的人來講的話 哇 這些樂器對你們來講 是非常難搞的吧 對 因為一開始我還想說 他們一直在 為什麼一直在批評我的聲音 就是不一樣 我心想我沒有動啊 可是我沒有想到說 他們不懂說 笛魔或是樂器 它都會變神 所以後來我就是都帶那個毛巾去包 把他蓋住 像Baby這樣 OK 那這時候一定也要跟我們團長 稍微講一下 傳統樂器 就是它因為有這個飄忽不定的狀態 所以才會有它特殊的韻味 對 目擊它也會 目擊它也會是不是 對啊 那可是 就是你們的這個飄忽不定 比傳統樂器的飄忽不定還穩定 穩定一點 對 我們好像只會有說 就是統聖的那個厚薄度 呵呵呵 對 但是不會到整個 像因為魔 對對對 魔就很像那個聲帶 那種 欸 沒錯 唱歌的感覺 對啊 換一個聲帶 它現在已經變成那個 再見了 專業的是不是 懂了 懂了知道發生 哇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OK 其實就是大家 就是假如去外面聽到一些傳統樂器啦 去外面聽到一些鎮頭吹的唢納啦 他們有時候咧其實就是一直在找固定的音 就是一直 就一個人會先吹 然後其他人會跟著一起進去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統一大家的音 所以這是傳統蠻有趣的一個地方 就是一開始就是集合音 我要集合囉 過來過來這樣子 然後大家一起 然後才開始他們的演奏曲子 Sound check in 沒錯 然後而且它整個這樣出來的時候 有時候又會忽高忽低的 其實常常他們耳朵都是一直在聽 那個主要的人在吹什麼 然後去做調整 這是傳統樂器比較有趣的 所以有時候國外的人 或是就是一些西方耳朵比較敏銳的 就會真的覺得 你們這個東方的樂器真的很難搞 真的很糟糕 就是你們為什麼不可以吹準 吹準這件事情 就是哇 有時候真不是我們的問題 就我也想吹的很準 但它就是會震動 第一件事情是震動 另外一個就是它樂器本身的特質啦 對 有時候我們要怎麼樣去把這個特質 把它展現出來 我覺得也是蠻有趣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所看到的缺點 其實是它的優點 這個可以回去思考一下 下一張專輯可以想一下 好不好 那接下來就要直接來問你們了 好不好 我們要去哪裡 可以看到你們的實體呢 我們接下來 我們會不定時的在 例如說街頭演出 然後或者是 我們有參加一些活動的演出 都可以在我們的Facebook去關注 因為有太多太多 然後我們會陸陸續續的po出來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會 也會有出國比賽的部分 有出國比賽是不是 對 我們去韓國 要去韓國 等一下要去韓國比什麼 街頭藝人大賽 街頭藝人大賽 而且它應該也是國際型的 因為它是各個國家都有報名 因為我們有去看後來 就說參賽者 64組 有60幾組 但是它是60幾組是入選的 所以要先丟資料過去 然後選 然後選了64組 再過去飛過去 然後一待就10天 10天 然後就是街頭藝人 對 那所以你們在台灣也有街頭藝人嗎 我們也會在 像之前我們可能會在什麼 CityLink的那種大廣場這樣表演 然後我也是 我那時候也想說 這麼大家應該都逛世集吧 結果大家也真的也是聚集來這邊 也是有認真聽的人 對 我是小意外 因為我怕大家在那邊買個耳環 然後被我們在那邊吵 聽不到老闆講話 自己覺得自己很吵 因為我們之前都是在一些大舞台 比如說藝術節 或是世界音樂節 這種比較大舞台 然後後來是有 就是比較小單 也不是小單位 就是想說我們自己多處去曝光 然後多處去曝光 然後走街頭 因為也想把音樂帶給 就是台灣的大家 對 哇 這非常好的概念 對 因為像我自己我也會覺得說 就是要怎麼樣去讓 台灣的觀眾更認識我們自己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去 出國比賽得名啦 然後可是回來卻 大家都不認識我們 但是很正常 我覺得有時候都 都會遇到這種情況 然後我們東西很好啊 怎麼台灣的人都不知道呢 對不對 那所以我自己 沒關係 我自己下去 有沒有 開始演給大家聽 我覺得這非常好的一個概念 所以就是你們在台灣 其實也有去街頭藝人 然後累積了 居然要跑到韓國去街頭藝人 10天 那他的評比有沒有 你們大概也有知道是怎麼樣 是來看的人數多 還是會給你們什麼樣子 就是按讚之類的 或者怎麼樣子評比 不知道 其實我不知道他們的口味道 確實是怎麼樣 但是我只是覺得說 在這一次過去我們 因為我們也是有稍微看看一下 那其他人的一些表演 對去找找資料 然後覺得應該 我們應該會去豐富一下 我們的表演 例如說Live演奏的樂器 不要單純只有電子吉他 啊 然後去做一個 對去做一個調整後 然後我希望是 可以給他們看的 更新鮮的一些東西 喜歡他們的朋友 就是可以直接去找他們的FB FB叫什麼 情人樂訪 鋼琴的情人物的人 沒錯 那有IG嗎 或是有其他的 有IG 然後也有那個Youtube 然後我們在經國這張專輯 有很用心 然後我們拍了MV 哇還有MV 所以在Youtube上 你都看得到就對了 對對對 那IG的帳號就是 我們的情人的帳號 叫做Musician House Musician House 沒關係 其實你們打情人樂訪 一定都會出現他們的 一定會搜尋得到 搜尋得到他們的資訊 如果有想看他們實體的朋友們 就是也就是 請你們就是 動動手指 然後上網找一下 一定可以找到他們的蹤跡 然後 怎麼了 我也想說你要講什麼 我也想說你要說什麼 有我要講 你要說什麼 我們在Live演出啊 我們絕對不是要把專輯 這樣帶上去 那我就在現場播CD給你聽就好了 對不對 我們就是因為就是 可能每次Live 就是有Live的一些情緒 OK 我覺得那才是音樂要表達出去的 這非常棒 有時候演完我都會覺得 哇老師 太厲害了 對已經瘋了 好 那這個就是要跟各位聽眾朋友 還有觀眾朋友們講一下啦 就是去現場看演出 一定都會有驚喜 沒錯 現場看跟就是直接在家裡聽CD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會出現一些彩蛋啦 可能 欸 蒙古突然出錯啦 或者是秋緒突然談錯啦 他要怎麼樣把他圓回來 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會在實體的演出上面 可以看得到 這都是會非常有趣的 要不然就會突然這一場 就是非常的精彩這樣 演得非常好這樣 對 狀況極佳 對對對 所以很建議大家有沒有 有空多去看看實體的演出 然後也去搜尋一下情人樂訪 然後聽一下他們專輯 聽一下他們怎麼樣 把東西方的音樂把它做融合 怎麼樣去發出新的聲音 然後讓大家可以聽 OK 就是讓大家感受一下 就是他們最一開始的初衷 愛 很開心 就是邀請到情人樂訪 然後謝謝你們 謝謝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出發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